这个好像是西安较大的一个校长吧,王树国,哎呀,说这个,说这个品格高啊,格局大呀,啊,咱们领略领略,看看讲啥。 现在同学们,各位老师,大家上午好。 今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,因为今年是我们建党一百周年,也是我们完成第一个百年计划的结束之年,更是我们迈向新征程,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起始之年。 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重要时刻,你们走进了大学的校门,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,当你们回首往事的时候,会为自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,进入大学校门而感到自豪。 但是进入大学以后,当如何做,值得我们大家深刻的思考。 大学是,大学是做什么的,你们进入大学以后,当如何规划自己未来几年的学习历程。 我们需要共同完成两个任务,一是孕育学生们的崇高品德,二是培育学生们的卓越才华。 这两项任务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完成的。 何谓充高品德? 品德是一种使命,是一种责任。 这个品德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,如果特别的过于宣传,那就是一种寺庙的感觉。 比方说,我去一个地方打工,老板天天讲品德,我听着很高兴,我也不知道这个品德是说他的还是说我的,要说他的行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品德就是我少要点别人多要点的那个东西比较多吧,老板说他自己,他就少要点我们多分点。 他如果说不完,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听得挺好听,但是可能会吃亏,就是这个意思。 一个学校,一个大学,他当然跟品德还是有国外系,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于强调。 过于强调那寺庙,那就比较讲对了,是吧? 还听听,听着他在催啥。 历史时刻,你们作为国家民族未来之接班人,当你们进入校园的时候,如何来考虑自己的责任和使命? 每一个国家,每一个民族都是如此。 当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时刻,你们作为国家民族的希望,作为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,你们走入了大学的殿堂。 如果你们忘却了这份使命和责任,将失去了未来人生发展的动力。 没有这样一份责任,没有这样一份使命,不可以持久地执行你在人生道路上发展。 每一个成功的人士,无不是怀有这种责任和使命,而激励他一生为国家为民族为事。 我本人是比较讨厌成功学的,我认为一件事可以谈成功,一个人的生命,谈不谈成功这个事太复杂了,或者有没有权利的问题。 反正我对成功两个字是有警惕心的。 所以在大学四年期间,你们要不断地孕育积累自己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,要知道自己是这个民族之一份子。 这个民族这个东西,让人有点,就是他过于这个东西,他会不会有一种种族歧视的要产生啊,就是大家讲的民粹那个东西,这个好多人都说你大学嘛,大学就是宇宙的什么,世界的时候啊,这个也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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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。 也不能是没有边界吧,民族这个东西还是有边界的吧。 是国家未来民族的希望所在,无论对自己,对家庭,对国家,对民族,乃至对世界,都要我们为之而奋斗,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 焦大,一经云,天地交则万物通,焦大人应该是顶天立地之人,应该担负着国家民族的希望,担负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,而今,你们走入大学校园,未来的事业发展,要从今日之开始。 你们一定要有这种胸团,要有这种责任,要有这种使命感。 他将激励你们一生为之而奋斗,激励你书写自己一生之辉煌。 第二点,品德是什么? 品德是精神,是灵魂。 总是一讲,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没有灵魂,是没有希望。 文明之传承,实际上是精神之传承,文明之传承,灵魂之传承。 一个国家也好,一个民族也好,都是如此。 一个大学更是如此。 一个没有灵魂的大学,培养不出卓越的人才。 所以总书记到我们西安交通大学考察,深刻地阐述了西迁精神的内涵所在。 总书记讲,什么是西迁精神?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。 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,与党和国家,民族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。 把精神和灵魂阳述的淋漓尽致。 这是我们焦大人创造的西迁精神,列入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一。 但同时,也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老师和同学,我们应该秉承和传承的,我们学校的灵魂和精神。 没有这样一种深刻的思考,没有这样一种民族和国家文明之传承。 国家也好,民族也好,包括我们自身的大学也好,都没有希望。 所以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长河之中,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这种精神和灵魂。 一个国家之所以富强,也在于这种精神和灵魂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,我们的责任,我们的师命,我们传承的精神,我们应该秉承的我们民族自相不息的这种精神和灵魂。 第二点,培养卓越人才,卓越才能。 如何培养? 在学校,主要是通过学习这个手段,来培养同学们的卓越才能。 学习是双向的,老师教,同学们学,但是真正落交点,落交在我们同学自身身上。 大学与高中不同之处,就在于大学是自立的,要有自我约束。 所以第一点,学习要主动作为。 主动作为,你才能够深刻体会学习给你所带来的快乐。 你才知道为什么学,如何学。 被动的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,因为它没有目标,没有驱动,不知道方向。 而主动的学习,知道我为什么学。 少年毛泽东,13岁的时候,和他的弟弟毛泽民。 这个,我也比较喜欢川普的,但是我觉得灵魂要川普给还是不一样的事,是吧? 不太想听他讲什么了,是吧? 这个后面的东西,大概也知道他讲什么东西,是吧? 我总说这个故事嘛,我给这个刘强东送快递,我就天天的批评他的道德问题,是吧? 不是说他的灵魂了,我就说他的灵魂都是很脏的,很龌龊的。 原因就是让他,原来就是给工资给的少,是吧? 当然,我要是给刘强东,我这样说刘强东,主要是想让刘强东给我涨工资,是吧? 他一听,哎呀,这个我少分点,你们多分点吧,是吧? 如果说,如果说这个我给刘强东要提包,那我就赞美他,是吧? 搞来搞去都是交易,他不关灵魂的事,是吧? 刘强东的灵魂我也不愿意拯救,是吧? 我的灵魂我也不愿意刘强东给我,是吧? 我这个初二的农民工就是这样认为的,是吧? 跟这个大学校长认识可能是不一样